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还是星期四 上月31号 也就是 上月的最后一天 那东方呢 已经进入了 4月1号 那就是4月了 好,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我们真的很想回家了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 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远远的走正义路 远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与生命 没有主耶稣 是没有救恩 是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诫命 就是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信,存意,存力 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想爱自己 一样 那我们每一天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两个大诫命 我们就不怕我们走错路了 对不对 然后也紧紧追随着主耶稣 而且越来越爱我们的上帝 尤其是主耶稣 有时候你觉得很难去想想阿爸父 或者是圣灵 当时你想起主耶稣的话 我想就很容易了 你就会记得主耶稣为你的罪 为我的罪 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今 我们接收了他 承认自己是罪人 接收了主耶稣 为个人的救主 而且是生活上的主 那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了 那圣灵 邀请圣灵进入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每一天走正义路 跟着神的旨意而走 那我们就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抬起头来 那主耶稣说 说什么呢 OK 说 你是我忠心的仆人 欢迎你回家 对不对 好 那讲到这边 谢谢弟弟华强 先来的李明智良 也谢谢Kelvin 弟兄每一天 很辛苦的把 每一天的信息 英语华语的 Upload在YouTube里头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还有 当然谢谢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完 好不好 那今天的信息 有一个呢 是神跟我们讲 很重要的事 好 我们就 先读一点 真的话 那今天让大家 大家听这个大观 大概是牧师 是传道跟大家读的 就是奇事录第四章 那之前我们已经听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那现在第四章 那这第四章里头 我就读两个 两个句子 那第七节 就是第四章 第七节讲到 第一个活物呢 在宝座前有四个活物 他们前后都长忙了 眼睛 那第一个活物呢 就像狮子 第二字呢 就像牛 第三个呢 就有人的面孔 第四字呢 就像飞鹰 就是老鹰 会飞的老鹰 那第四 第八节 这四个活物呢 各有三对翅膀 所以每一只都有六个翅膀 就是三对的翅膀 那翅膀内外 里面外面都长忙了 眼睛 他们昼夜不停的说 说什么呢 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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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 是细哉 今哉 以后 远哉 的存能者 OK 所以上哉 上哉 他周月都在一直在讲 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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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呢 是细哉 今哉 以后 远哉 的存能者 好 所以大家要记得神的话 那就好好听 短短的video 跟大家读到 启示录第四章 那今天的歌呢 就是这条路上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 所以呢 大家等一下就可以 我听到一个女的声音 很清楚的 跟我讲到 你们 也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呢 在这条路上 一起走 其实这首歌 也是神选的 然后我现在才发现说 配合听到的声音 好 那到这边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点video 那华语的 有两个 只有一下子就过的 那我也不讲 他的名字 等一下我先给大家 就会听 然后英语的呢 有两个 如果你有空就看 没有空 不要紧 你有兴趣才听 要不然就不要紧的 只是介绍给大家 那就是 那个 墨尔本的 那个牧师 Steven 他是 大概是在 澳大利亚 长大的 他 祖先应该是 泰国的 华人 然后 他讲到这边 就是讲到 这个墨尔的事情 这个 乌克兰 跟 俄罗斯的事情 那上一次 我们有听了一个video 我觉得他讲的 非常正确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的正确 所以我们要听的是 真实的 而不是 有些牧师 传道 或是姐妹 在YouTube里 你要讲什么 就讲什么 其实 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就是用自己的思想 来想一些 判断一些 那就大错 大错了 这些事情 都是由头有尾的 一定要知道 然后让神的话 让上帝来感动我们 讲真实的话 才是我们应该听的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那位牧师讲的 其实在journal page 底端 我有写他的title 那第二个呢 是 true news www.truenews.com 要记得 你看true news的时候 他们是很恨华人的 所以 当时俄罗斯 他对俄罗斯还好 所以我还是有听 然后呢 当然是基督徒的一个website 所以他今天 昨天都讲得很好 关于这个 美国的总统 他的儿子跟他 OK 其实他也是连接关系的 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做了什么 他们就是在做了 26间的生物研究室 当然这就是跟那个 欧总统有关系的 然后就是要毁灭俄罗斯 然后就中国了 所以这是他们 美国很久很久 就要这样做 所以越来 他就是说 想不到 还没有能够进攻俄罗斯之前 就已经被俄罗斯知道了 所以他们移了很多这个生物 这些生物 就把它移走了 但是当然 俄罗斯也找到一些证据 那还有一个就是连德国 德国大家都知道 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纳税 这个Hitler纳税 就是从德国而来 他开始这个上争 杀死了600万的犹太族 当然这些犹太族 大多数都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那一端的 那杀了600万 还有欧洲一代 那他这个德国也是有这样 有一个我不知道多少 就是生物研究室 当然他们就有这个纳税的思想 所以乌克兰呢 他的军兵里头大多数都是纳税了 那你说这个总统 杰林斯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今天还是支持他 OK 帮助这个兽系统 这个底基督所作所为 那你就是跟他们没有两样了 所以我相信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现在都很清楚 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知道说这个底基督 这个兽系统 这个收音已经在世界实行很久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多家的人被长沙 被饿死的饿死 OK 没有药的就病死 到现在还是在发生 所以呢 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说 我不能够让这件事情 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要讲和平的 要对世人 每一个国家是平等的 大家要有生存的机会 所以今天呢 俄罗斯跟中国配合 来希望这个世界 不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你今天是支持 中国跟俄罗斯 你就是对了 你就是要世界和平 要人类有生活的机会 要人类有一天能够接受 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那这个收音 这个收系统就是常杀人 使人没有机会认识主耶稣 因为被提的时候 就是给世人一个机会 当时还没有被提之前 他就有很多人常杀了 所以大家你要清楚 到底这个底基督 这个收系统在做什么 那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 所以应该清楚了 好 讲到这边 那我们就进入 神跟我们讲的话 阿们 那请大家看 Jurnal Pay照常的 我们相信说 应已经结麻了 要不然神会给我们 其他的日子 所以这些时候 都没有什么什么日子 因为已经结麻了 就是6月西方15号 东方16号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 上月17号 星期四 就是东方的6月16号 好 大家请看第一那边 其实昨天 看到蛮多异乡 因为我身体比较好了 就开始看了 我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很多很多 我相信不会吧 因为 怎样讲 毕竟是已经到尾端了 然后 我也希望会看到 继续看异象 对不对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事 当时太多的时候 就怕追不上 好 我今天呢 身体是比病倒的时候 好的很多 但是还是很会累 而且不小心的话 我的肺呢 就要开始 有很多这个mukes 就是气喘病这样 好 但是走到今天 真的很感恩 我家人都很好 我的两个小孙子 两个他们病 病了 只病了几天 就很快的好了 好像大的 好像是三天之后 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小的也是 第三天 就不错了 就很好了 所以很感恩 当然大人 都有打针的话 也是有重 但是很快就会好 但是我呢 因为身体的关系 没有去打针 所以呢 就病倒了 差不多 可以讲三个星期 蛮厉害的 好 现在是第四个星期吧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真的page 第一那边 是看到一块布 从七点的单位 到一点的单位 是很大片的这样 白色的 然后 看着主的手 就拿 什么叫做剪刀 ok剪刀 他就开始剪 已经开始剪了 看着他剪 剪这块布 开始剪了 那这块布 是代表什么呢 因为是一块布 然后呢 大概也是讲到时间吧 然后我觉得这块布 是白色的 也可以代表教会 ok 可以说这是明当的教会 然后他就在 就要把它割开了 为什么割开 神说在 好像是在启示录吧 也有讲说 教会会分 分隔的 绵羊在一方 上羊在一方 ok 上羊就是goat 绵羊就是sheep ok 那上羊呢 是不听话的 上羊 你放出去 他就自己乱跑的 那一种 那听话的 就像绵羊 绵羊都是跟着牧者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绵羊 而不是商羊 所以会有风格的 好 接下来 我那边写着 听到一个女的声音说 神给你们 最重要的影响 那你读下 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影响 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找那个google 找影响 影响当然是influence 那influence还有其他意思吗 那influence还有其他意思 就是concern ok 就是实力 还有一个就是reform reform ok 应该是reform的 为什么讲reform呢 reform的意思就是说 神要你做一些事情 去改革 去使他比较好 ok 就比如说 神说世界发生了这么说事情 神不是给我们 叫我们祷告吗 为习近平祷告吗 ok 因为西方要谋杀他 对不对 所以要为他祷告 那 差不多几个星期前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那个Nepal Nepal叫做什么 尼泊尔 尼泊尔被美国买了 对不对 买了 然后呢 昨天就有一个video 讲说 中国那边已经在当心了 在当心了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 先给大家听一听 那英国军事那边 已经有讲话了 那当时上一次好像是两个星期前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有没有 讲到尼泊尔的事情 被美国买了 那美国当然要用它 因为它尼泊尔的旁边就是中国 所以就从那边要来 就像要用乌克兰这样 来准备进攻俄罗斯 当时他还没有进攻之前 还没有准备好之前 俄罗斯就先进来了 有没有 OK 要不然呢 俄罗斯我真的不能够想象 俄罗斯接下来就是中国了 我也给大家video看 也有证据了 对不对 说下俄罗斯之后就是中国 这个是神早就跟我们讲的事 好 讲到这边 听到你的声音说 神给你们最重要的影响 就是神给你们最重要的任务 给你们最重要的感化 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祷告为世界祷告 好像说 他们这个兽系统 这个底基督 这个兽印 他们要毁灭 这两个大国就能够把整个世界就掌权了 有没有 当时神说你们的祷告 我都听到 有没有 昨天看到主的手 在这个地球 就是说我们祷告 神会祝福这个世界 那你说 哎呀 我们不是被提了 那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世界 那如果你有这种的思想 就是说你不管别人 你根本就不爱别人 那你不爱别人 你怎么能够说 你爱上帝呢 因为看到人你都不爱 怎样能够说你爱 那看不到是上帝 所以我相信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都光心别人 每一个人都是人 都是一样的 就算baby 就算老人家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一样的感觉 我们都有一样的 好 都是上帝的子女 好不好 就算他是非基督徒 但是神要给他们机会来认识他 我们也希望他们快快来认识主耶稣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记得为世界祷告 好不好 为俄罗斯为中国 就是为整个世界 好 那接下来 大家请看第二那边 就是那个刷 是刷子吗 OK刷那个scroll 就是吸水管的这个很小的一条 这样上去 从5点到11点的单位 那5呢 就是恩典11 就是被提 那就是说恩典要回家了 要被提回家了 那谁是恩典呢 那就我们吧 因为我们都有上帝的恩典 所以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手指 这个手指呢 是左手啊 那是中间的手指 跟这个 中间过去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说no name 那两个呢 就一起 然后一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第一个手指 第一个手指 那所以意思是讲 第一个手指 应该是讲到被提的一个月 就是6月了 好 那接下旁边的应该是4月跟5月 4月跟5月 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手指 就代表4月 现在我们是4月了 然后后面还有5月 那第六个就是 第六 6月应该是在中间的手指过去 那就是7 OK 所以大概是第一个手指 代表现在4月 然后5月6月 就是完了 回家了 然后有看到脚指 脚指是右边 就是right hand side的脚 OK 最后一个脚指 那脚的意思也是step step就是步骤 OK 就是台阶 所以我相信这个最后的一个脚指 就是代表最后的一个台阶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白色的庞子 那白色的庞子 看到一个叉 一根叉 一根叉在5点的档位 然后就变成在7点的档位 那5点5就是代表恩典 那7就是王 就是恩典王 所以恩典王 就是那些聪明的童女就回家了 小孩子baby回家了 那些愚昧的 那些不愿意悔改的 不愿意走正义路的 是很懒惰的那一种 就会被留下来 好 接下来第6那边是看到 每一天的真得配 这样也是很有颜色的 当时我没有放下颜色 其实是整个真得配 是好好的 叫做每天一样的 然后呢 就在3点06分 3就是完了 06就是6月 就是说6月就完了 所以6月没有真得配 完了 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 我们那个钢锅 钢窝的盖子 钢窝的盖子 那钢窝的盖子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最高的一层 OK 一个锅最高的一层就是盖子了 盖子就是讲到最后了 那应该是代表6月 然后时间是3点08分 3就是完了 8就是盖子了 好 接下来 就看到第8那边 是看到马克写的6 小小的不大 然后他前后都有字 但是没有抓到他的字 然后又看到 在西方的底端写着12 那这个2呢 他是用digital的哪一种2来写 那其实2倒转都好像5这样 也可以说恩典完了 那12就是代表完了 然后6呢 就是6月 就是6月就完了 然后第5那边 是看到异乡的中间写着5 5就是恩典嘛 然后呢 就看到这个5呢 就在新天新地哪一端 就是恩典回家了 恩典回家了 好 接下来 第10那边 一直讲到恩典 一直讲到恩典 要回家了 恩典要收回了 好 接下来第10那边 是看到我们楼上的那个 放水果的 四方格的basket 这样的狼子 然后看到主在洗他 洗他 然后用水 很多水这样冲洗 把他洗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狼子就是代表救恩 代表救恩 有四方格 四方格就是代表 3月 4月 5月 6月 然后救恩就到了 就到6月 救恩都到了 OK 所以呢 意思讲 主一直在冲洗我们 一直在圣洁我们 他圣洁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天跟水着主 不要说今天努力 明天懒惰 后天有时间再来 不能够这样了 这是每一天的工作 因为对我们的灵力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准备永恒的 那十一那边是看到 几根的菜 菜呢 它的顶 它的stem 顶就是顶吧 然后只有看到三个 或者是四个 但是我很清楚 一定有三个了 三条 那到底是三条四条 也不要紧 大家都知道 最后就是三四条 四的话就是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那如果三条的话 就是说我们剩下四月 五月 六月 然后绑起来 是用生蓝色 蓝色 蓝色就是最后的颜色了 就是要回天国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每一天 OK 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追随着主耶稣 要记得祷告 准备好自己的家人 感谢赵梅珠 这样祷告是奉求 主耶稣的圣命 祈求的带领大家 每一天走得胜的生活 阿们